緬甸那名扎西 右腳踝骨折 原來是今年初 被潛入家中的小偷 推倒摔下造成 他把我摔倒 我已經摔倒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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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摔倒了 但你能看到 我摔倒了 我已經摔倒了 約15米 從窗外 不是15米 然後我摔倒了 我已經摔倒了 我已經摔倒了 然後就摔倒了 到醫院治療後 腳踝情況沒有好轉 還在疼痛 後來醫生建議 穿腳踝固定靴 但費用昂貴 此機制攻擊難 補助費用 讓他證實緩解疼痛 謝謝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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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很高興 他正在活動 像一個正常人 希望進一步 下個月 我們會在醫療宅 希望醫師 會告訴他 他需要做什麼 但他需要穿這靴 之前和後的療療 深與新的關懷援助 期盼扎西早日抗復 大約新聞 這次美志工 蘇玉發馬來西亞報導